景顺长城明星基金经理刘彦春怎么了 6支基金都跌超15% 过去两年基金大热 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 其中景顺长城基金明星基金经理刘彦春所管基金规模突破千亿元大关 管理的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规模更是一度接近600亿元 然而随着市场回调 部分基金投资者开始撤离市场 刘彦春由于业绩不佳 并没有能够挽留住投资者 管理现已跌破千亿 刘彦春到底怎么了 资料显示 刘彦春2015年加入景顺长城基金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和基金经理 刘彦春现在管6支基金 不过由于回撤较大近一年来表现不佳 数据显示 近一年6支基金全部跌超15% 景顺长城及英两年定开混合 近一年亏损32% 景顺长城既有成长近一年亏损29% 均在同位基金排名靠后 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 刘彦春旗下的产品长期业绩 依然较为出众 如任职时间近7年的景顺长城 新兴成长和景顺长城鼎翼 任职回报分别为186.46%和255.57% 年化收益率分别为16.41%和20.93% 同类排名分别为15 384.394%和10.394% 刘彦春的产品之所以出现较大回撤 与其高仓位 高级中度 低换手率的投资风格 以及较偏爱消费板块 尤其是白酒和衣料板块有较大关系 数据显示 刘彦春的6支产品前十大重仓股 占比普遍长期超过70% 主要集中在贵州茅台 卢桌老教 五粮业 卖瑞医疗 耀明康格和中国中眠等白马股 可以说刘彦春是此前抱团行情的最大收益者 而随着白马股估值泡沫的破灭 拒绝切换赛代的他 现在又成为抱团行情最大受害者 除了投资风格因素之外 刘彦春两个误判也同样值得关注 第一 高位加仓医药股 2019年刘彦春逆向投资猪肉板块获利不菲 在2020年 他将目光瞄准了医药股 据吹斯数据显示 他在2020年相近卖出物源股份 温氏股份 买入恒瑞医药 卖瑞医疗 年末医药板块配置比例 已经由年初的3%提升至约为23% 2021年年终又配置药明康德 医药股占比进一步提升至26% 不过遗憾的是 2021年医药股是表现最为低迷的板块之一 全年下跌近5% 2022年开年又下跌13% 2021年年初 连续经历两轮牛市一气风发的资管行业 喊出跨过湘江去夺取定价钱的口号 刘彦春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 据吹斯数据显示 其管理的景顺长城既有成长混合和景顺长城级 因两年定开混合2020年加仓港股 并保持有三分之一仓位配置港股 例如其配置的美团 W腾讯控股 耀明生物和一海国际 仅今年就有三只产品 跌出超过30%